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有点乱 但其实我一度做的时候觉得太多东西了 是的 急收不收 但是今天反而那些客人又不是我留意着他们 因为他们很在他自己的饭 所以我们都非常不错 因为我立即叫那些客人 因为我只是听Vicca说的 还有其实我有很多网友 有些网友是之前用的那些产品 就会私信我 OK的 正面的 我才开始做 今天有个客人因为有闪 上来买了一瓶 我都不记得他什么养闪 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他一喷完他说 咦 继续跟我吹菜 他就立即喷了 他说说一说 他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痕 他说没有那么浅期 那几个小时之后呢 几个小时之后呢 几个小时没有 他就是当场同在那边喷 我叫他今晚你继续吹多几天 你才feedback我 OK 好了 别说那么多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慢慢讲 昨天呢 比如说47人案 本来其实我昨天很匆匆地去看 和去讲 那是想补充的 但是呢 我看完一些分析报道 或者所谓的QR 其实呢 大家都是差不多 都不需要什么补充 大家是吧 我相信香港人看这些答案 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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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真的 我们已经去很多部去看 包括昨天 那个什么 刘桂什么警司 李桂华 李桂华 即是说 他的意思是 你们很清楚了 我们这么多日的审讯 为期三年 把那些东西摊开了 原来你有图谋什么什么 我当你这个是有图谋 我当你的讲法是什么 是没有人解释到 到现在也没有解释 喂 这些是合宪的 合宪的 合宪的 那是逼基本法做事 其实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留意 我没有留意 在他们这一帮律师 即是帮他们打 这个官司的时候 有没有人 是用这个厄调文 我直接没有合宪的 是啊 他是想的 但是他说你是企图嘛 他说你是企图 我知道你是企图 是的 我不是跟他说是 但是我跟法律 他做事 我有什么问题呢 喂 那你就等法庭去解释 我怎样 哦原来是违宪的 要是你就收宪 不是啊 他解释到就不用收 哦原来这样也是违宪的 有个字字 但是好像 都避免了 一刻你就是人大释法 还是 其实都行 都更好些 一你就是国安法 都行 这些不用看 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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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个说法 是吧 其实所以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 那你问我呢 那两位人士 如果有政治智慧呢 其实就应该配合一下法院的 我觉得 就是主控那边 正直政委都不会告 不是啊 那现在三年前告 和现在又不同了 那叫做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你又要窮追慢打 OK 我上诉都未必他受理 是 好了 好了 不要说那么多 明天呢 我们明天有很多嘉宾 来我们 做节目 不是做节目 明天呢 但是希望他不要打得成风 如果打得成风 那三号风球 当然会召开 如果八号风球 没办法 应该没有的 好了 如果没有八号风球的话 明天呢 大家可以上来 譬如炎血 或者问一下 他会在这儿的 讲解一下这些产品 或者怎样吃这个血黄 那当然了 就是 昨天我跟他 兜口兜面 我说 我这些网友说 你不吃饭 他在那里笑 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饭 他说不知道 那你笑什么 也不妨好东西 我解释给他 就是说你吃不饭 你敢跟上演说的 说你吃不饭 我想不是很多男人 都敢直兜口兜面 跟那些女人 就是了 很厉害的 就等于 当天 我在崇光做的时候 我讲过 大家不妨再讲 我现在 我会不会再这样做 我真的不知道 除非要黑 我很猛烈 或者他黑我真 通常都是因为他黑我真 他挑衅我 不是挑逗我 我记得以前 有一条女人 我讲过 就是我的伙计 她是四尺八九 矮的 有少少肥十年雅 所以是baby fat 但是很大波 很正 但是她的样子是一点都不静的 你问我 而且 但是做事可以的 我们另外的部门的同事 就是checking 就是送货报 那些 就常常去走过 因为我躺上躺下 那些人都在看 有一次 我跟他们聊天 我跟他们聊天 他们说 喂 你那个 不要开名 开名 支持 就是名字 很厉害 我哪个 为什么呢 她说我火警完全没有遗意 我这么狠色 我没有遗意 我哪个 你那个火警支持 我直接说 不想是 就大声了 你怎么许 你都搞得错 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不会看的 好了 她可能听到我说 看她 就走过来 你们说什么 你是不是说我 我没有说你 我听了你们说我 就是想逼我 我跳不想到 我说 你怎么样 你真是太太 看一眼 像个一样 像豬扒那样 你还很精 我老李 发眼纸 扁嘴 我很认真地说 敬遗妈 我 即使不是美女 我不是豬扒 我講過了,看他們的狗味道,有沒有你發狗我為了這麼冷酸? 我告訴你,GIGI,我告訴你,其實他不算是熟不熟豬扒的, 你是活脫脫機的一塊豬扒,聽清楚了嗎?豬扒啊! 是被人誤得什麼,我真是不認同, 真是慘啊! 他就說,氣靈啊! 走到廁所,這是其一,其二,我們Sales Promotion就叫做水賴, 我們改名叫水賴,其實挺漂亮的,五尺四五, 在侯斯頓讀書回來,我不知道,二十五六歲, 但是對波就很,你感覺它是很… 不是dur,你感覺很軟,不是很水的, 我們背後就叫做水賴,有一次, 就是啊! 我和李洛堅去說,他走過,他走過, 我其實沒有在意的,他的英文名叫做Winkey, Winkey,Winkey,OK? 我突然有些事情,本來他有Sales Promotion, 即是十一樓,我有些Document拿上去給他, 我看到他,當然是叫著他, 就想著,快點給你,我不用轉訊息, 誰知道我和朋友聊天,他走過, 那我就很自然,你不會兜口兜面這樣叫人, 喂!水賴,水賴,不要走,水賴, 他在靈靈著臉,你叫我什麼? 其實為什麼呢?這些花朵,他們當然知道, 但是你不會有人當面這樣叫, 你叫我什麼?很認真,其實我跟他都很熟, 我說,你叫什麼?有什麼問題呢?其實我都很疼的, 他說,我問你叫我做什麼? 我心想,你屌你,你兇勾我, 而且你這麼認真打臉, 我叫你做Watermill,水賴! 然後又是這樣走下去, 真是衰啊! 那其實呢,我現在,我可以說一些, 我不是往事,我相信是, 就像我這麼多年, 應該傷口都平復了, 誰知道啊? 事後我哄他們的, 事後其實我哄他們的, 那我現在, 我不會掩飾我的惡行, 其實都很惡行, 我如果現在就未必會做的, 說人家豬化真是慘啊, 不是豬都不會這樣說他, 不是,除非, 除非, 他在辣著我, 不然我應該,我現在不會這樣做的, 那我都要, 就是, 向著當年的他們兩位道歉, 人家說自己不是豬化都辣著你? 不是啊, 她的樣子很囂張的, 當時, 噢,不是豬化, 怎麼那麼辣著? 這些是女孩子, 有一條馬仔, 還好笑, 但我忘記她的名字, 很短日子而已, 然後我說, 屌你, 我走開, 屌你, 你又在養衰, 其實我說養衰的意思, 真的不是說他樣衰, 可能說不知道什麼, 我都跟他熟的, 那年輕人, 他就說, 我樣衰? 屌你, 你又用這樣的態度, 我問你, 你難道覺得自己很帥? 我就算不是很帥, 我都不是樣衰, 噢, 屌你老母, 我就是最討厭的, 真的跟那個豬排一樣, 我說, 你過來過來, 他講事實而已, 其實他挺帥的, 像個郭富城那樣, 郭富城很帥, 我說,屌你老母, 我告訴你, 你是好樣衰, 屌你老母, 那男生, 嚴育一點, 屌育一點, 但現在是同學來往的, 現在已經是, 肥了我, 又光頭, 那時候的頭髮, 簡直是郭富城的頭髮, 其實我想一下他, 即是中間分架一隻, 他都50歲了, 即是那時候, 譬如我26、27歲, 我去20出頭, 20和26歲就好像自己是大老一樣, 但如果現在, 其實覺得很接近, 50和56、27, 他都成五張東西了, 計日計日, 他75年左右那些, 49、50, 嘩, 真是好, 不時光飛,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會說這些無謂的東西呢, 明天呢, 你們會有常宴在那裡, 大家來有什麼, 關於什麼, 波野獎啊, 筋膜槍啊, 他應該有優惠的, 去濕黃啊, 智利百尺啊, 蛹蟲蟹啊, 蛹蟲蟹啊, 等等的產品呢, 可以問問常宴, 還有呢, 看一下他, 特別是, 昨天打議那些, 如果有空上來, 究竟你們會不會改變呢, 因為呢, 老實說, 如果不改變就糟了, 那沒所謂的, 現在我都說了, 好像常宴和我們是朋友, 我們都不會想跟他, 所以, 你沒理由, 你沒理由說, 在現實生活裡面, 你有沒有想跟他跟朋友呢, 其實, 很少, 很少的, 一關掉了, 你直接想都不會想的, 即是說, 你會不會想要十三次打飛機呢, 真的不會的, 是不是呢, 但是, 我要這樣說, 即是, 我們講來講去, 大家經常搞亂了, 現在不是說, 你想不想eat, 是否eatable去, 其實, 真心那句, 你說, 如果那個女人, 你真的兜口兜面來說, 她不eatable, 其實是真的幾無辱的, 即是七老八手, 你君不見, 不要說昨天那個黃薇美, 即是七十四歲那個, 我老母, 六十幾歲, 被人插球, 在土瓜灣, 是說, 我們有時候看印度, 八九十歲都被人擒, 是吧, 被十幾二十歲擒, 你可以說那些人變態, 像他們所說, 當然強單, 一定是極度譴責的, 你溝過婆婆, 沒有所謂, 那你有沒有試過八十幾歲, 有沒有試過乾真真, 是吧, 有些人可能是這樣想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這樣想的, 是吧, 那有些人真的要吃的, 是, 好了, 當然, 真的有, 會在這裏, 常宴都會在這裏, 好了, 我們不要說那麽多, 那其實呢, 剛才說, 我們是時候吃這個靜血王, 那正說, 不用喝四杯水, 不用下喝四杯水的, 一天吃兩杯水, 其實是這樣的, 他教過我吃, 我都不太記得的, 如果要醫病的療程是九瓶, 那一瓶六十粒, 一天吃四粒, 一天吃四粒, 早晚兩粒兩粒, 那剩三粒三粒, 如果兩粒兩粒, 就是六十瓶, 就是吃一個魚, 一瓶, 一瓶六十粒, 對,六十粒, 就不止總之吃九瓶, 就為之一個療程, 跟著呢, 這個就是他吃法, 然後呢, 跟著就, 命聽呢, 就是一粒, 就是一個月兩瓶, 一瓶兩個月, 一瓶兩個月, 其實不用的, 我不知道, 我記得的, 大概是這樣, 可能我記錯的, 一人兩粒, 這個我們, 先拍一下, 這個是植物膠囊, 其實說真的, 我們一個人, 阿正也不用這麼擔心, 看到你的樣子呢, 怕見你有膽固成了性, 因為呢, 因為我們年紀大, 開始吃驗身, 看醫生, 看中醫, 聽一些講座, 其實我們去到這麼幾十歲, 即是去到這個年紀, 我幾十歲, 那些十幾歲已經嚴重了, 十幾十歲, 那些什麼, 血管年齡已經是十幾歲了, 那些什麼, 更加給我們, 我們幫年更加大鑊, OK, 好了, 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 我事實上, 很多人都有看, 或者我有空, 我都可以講一下, 怎樣養生, 但是, 是否做得到呢, 講養生, 有些事情, 譬如說, 早睡早起, 是吧, 即是早起室第一件事, 是做什麼呢, 是喝一杯三百mL, 我記得, 三百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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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包圍體溫, 比體溫高些, 我們人體體溫, 三十幾度, 三十七度, 是吧, 那大約是四十幾度的暖水,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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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大便, OK, 跟著, 就用暖水, 去刷牙, 用鹽刷牙? 用鹽刷牙是最好的, 其實, 這個不特別講, 怕傷牙肉嗎? 不怕,不怕, 最好的, 牙刷牙不用用, 好, 跟著就用暖水洗臉, 就防止老人斑, 皺紋, 真的無論有什麼天氣, 平時又不要喝冷水, 跟著一天喝幾杯水, 吃東西吃什麼, 吃早餐, 最大忌是什麼呢, 兩樣東西, 隨便我記得就說, 最大忌是吃公仔麵, 和油炸鬼, 但是這兩樣東西, 很多時候是我們香港人的健康, 健康食物, 肉麵吃粥, 又要油炸鬼, 那你想一下, 你這些東西又說要小儀, 但是做到這樣, 又更加不好吃煙, 做人都沒有什麼樂趣了, 變了, 但是, 你沒有辦法了, 你又要健康, 好像, 好像, 最近我頭痛, 我好回來, 好過九成九, 那個頭痛, 後來我, 跟我按摩, 跟我去刺針, 雖然是刺針的, 他說, 其實近年是很多, 最近, 為什麼呢, 大家這樣, 做什麼, 看手機, 我不是很久, 有時候我幾個字, 我又起床, 做事, 但是你每一天有多少呢, 你現在去餐廳, 去吃飯, 去搭車, 其實差不多你一網, 是沒有人, 會聊天, 除了兩個人, 看報紙看書, 甚少, 甚至, 夫妻去吃飯, 都是開手機, 是的, 我那天上星期六, 我和老婆去吃飯, 去吃蒸鍋, 我們附近的那間蒸鍋, 很突出的, 我不會介紹的, 這些是定位, 我全程留意, 我隔離卡位的三仔那, 都是三十多歲的父母, 三十多歲的父母, 十多歲的兒子, 蒸鍋都吃得久的, 你每一個人都要蒸, 是全程三個人, 拿著三部手機, 是沒有談過一句話, 正是人家來和他們, 就是人家來搞了蒸鍋, 其實OK的, 很好吃的, 然後又繼續, 三個分別打手機, 但是這個其實, 它那個很typical, 很典型的, 很誇張的, 但是其實, 都真的很典型, 反正我看到, 看不看, 什麼人呢, 最正常呢, 我看到另外一台, 是有幾個女孩子, 應該是姐妹家來的, 二十多三十歲, 約出來吃飯, 我就看到他們幾個都 顧著在那裡聊天, 當年途中, 我看不看他們, 中間都有人出來看, 我手機覆了兩句, 這樣難得見面, 是的, 這樣就算是最正常的, 不然你家裡一家人, 起碼七八個人裡面, 譬如三代同堂, 可能也有個孫子, 或者不知是誰, 姑姑在那裡搞手機的, 即是說手機是好還是不好呢, 好了, 初選案判決之後, 英國外交聯邦, 和發展事務國務大臣, 卓亞敏呢, 就說, 初選案裁決損害香港的聲譽, 呼籲終止和國安法相關的審訊, 和釋放被捕人士,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發言人, 叫馬斯拉里, 和澳洲外長王英賢, 為什麼澳洲外長Penny, Penny Wong, 王英賢都會關注呢, 第一, 五眼聯盟, 第二, 因為被告其中一個, 吳征鏗, 其實都是澳洲公民來的, 就說, 對事件表達強烈關注, 詳細的這個我不講了, 而美國國會, 及行政當局的中國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叫做Christopher Smith, 就批評港府再次摧毀香港, 曾經極其重要的自由和發展, 而香港司法機構限制民主人權, 作出這個極端的判決, 他們說的不是我說的, 正正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幕後操縱的另外一個跡象, 嘩, 說到這樣, 這樣你看, 這些鬼佬都很難受到, 所以這樣這個講法, 正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幕後操縱的另外一個跡象, 就將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心還是無意, 喂, 你玩反奸, 因為說真的, 就算這些東西, 是不是我們打工仔, 就是我們出來混那麽久, 是不是老闆指使, 還是你們自己自把自圍都好, 老闆都會覺得好想不爽, 屌尼老母又搞什麽的東西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就希望, 不過沒有啊, 我們希望講來都浪費氣了, 是吧, 即是現在去到這樣的關頭, 拖無可拖, 那就自己計數了, 他也都在這些說話裏面, OK, 鋪, 按摩一條釘在那裏, 到時候要按摩下去的時候, 喂, 不是的, 你有沒有在箱裏面, 會一直割, 我放很多釘, 我都不打算按摩, 大家放滿了, 我就按摩下去, 你又怎麽時候這樣, 大家要執山嗎, 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很奇怪, 沒什麽奇怪的, 我們香港天主教, 香港教區的周首人書記, 寫了一篇文, 我不敢講的日子, 在敏感日子前夕, 他寫了一篇文叫, 願寬恕, 但是不代表忘記, 首先他會寬恕, 你便寬恕, 喏, 行文之間, 就令我想起, 我讀得輸少, 我說, 你後來又要做雞, 又要拿政治牌坊, 這個世界有這麽好處的事, 裝什麽東西, 相信他都沒有, 敏感日子彌撒, 以往路都會搞, 不是, 寫了這些東西, 裝什麽東西, 願寬恕, 但不代表忘記, 不要裝什麽, 不要亂說, 就拆走, 好了, 但我奇怪的, 我亦都打算譴責他, 我看了這篇文, 我不讀, 寬恕並不代表忘記, 寬恕並不代表忘記, 大家要看, 自己上網看, 我只是好奇, 如果, 周恆彤這樣, 這樣, 什麼, 什麼, 小童群秋會, 這樣都中的, 哇, 他中到極, 如果你說真的假日會有, 中間會有, 什麼煽動, 令人, 什麼仇恨, 什麼那些, 看看是怎樣的, 他們會去寬樹 這些是大幫忙 很難說 我都不敢說 敏感日子那些日子 你問家屬會不會 曬起啦 你憑什麼去寬樹 你以為你真的不代表上帝 上帝就可以 好了 今天5月曬日 上個月 就是前兩個星期 我們偉大的阿里王子家族辦公室的行政總裁 美女麥爾瑞 那天我再看一些照片 其實都ok的 應該不太大年紀 我想要三十多四十左右 三十多年都會做到千算是這樣的 那麼會做 做好錢就不用很大的年紀 十歲八歲都會做的了 好了 他就說 王子將會按原定計劃來香港 按原定計劃來香港就是5月底 不過日期未定 不過日期未定 可以是6月底 這裡是乳病 ok 不緊要 然後北船總很快 代表王子的杜拜禮賓安全事務主管 Marco Carrancy 就發聲明說 喂 麥爾瑞你無權代表王子發言 那是一場鬧劇 那個主管其實是誰打出來的 之前沒有聽過的 但是他說他是杜拜禮賓及安全事務主管 在全大廈出來了 Marco Carrancy 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 就是Marco Carrancy 哇 來一層他 買咖喱 不要緊 他在買咖喱可以是杜拜王子的主管 是杜拜王子的主管 因為杜拜王子要唱歌 要這樣說 我真的很公佈 首先 安員立刻說他只有幾個小時 但是既然他辦公室的主任 雖然有人說他不代表王子 說他6月來的 那就是6月 OK 就看多個月 歐洲國家杯都還沒看完 但是問題是 今天南華中坡也有報道 原來你王子在上環 加速辦公室的招牌 原來是由今年3月以來 一直有懸掛著 但是到上個星期就沒有了 憑空消失 首先 在上環的招牌其實都很好笑 作為一個王子 你要去跟別人分享 什麼辦公室分享 都奇怪 由3月以來 南華早報道的陰謀 3月以來 那3月之前 就不知道 3月以來掛著招牌 現在沒有賣 招牌都沒有賣 省回來 這樣說 這樣說 省回來 為什麼呢 你租招牌 人不聽電話都要錢 幾塊錢 去月間 幾塊錢 不是 這樣 可能人家真的開加速辦公室 或者租長江中心第二期都不定 是 是 租了大大買 大大買 那 就 有錢 不是亂用的 這麼浪費 將水牌搬去那邊 都不定 我們不要這麼多懷疑 但是 記者也有照問 就問特區政府的 喂 現在是杜白王之下 都是那樣的 我們是歡迎一切合法的投資 什麼什麼 你到底 要壞了 好了 這個要講一下 香港民意研究 在昨天公佈 信任 信心和社會 幸福指標的調查 我們看看調查是怎麼樣 這個調查 今年5月6日 至5月13日 作出一七天的調查 訪問7、8、6、5個 18歲以上能夠粗 流離粵語 香港軍民 真的聽到他講話有些音 我都不想和你吹水了 OK 就是裡面有676個電話訪問 和89個電話短訊上調查 調查內容是有什麼呢 包括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對香港的前途信心 另外受訪者會就10項 社會幸福指標的評分 這10項幸福指標包括人身安全 享受個人自由 有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 司法程序公正 弱勢社群得到保障 免於恐懼 兒童快樂成長 享有政治權利和安居 生活無憂 等等10個指標 總共是有十幾樣的調查 10個指標 香港前途信心 和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 OK 其實這些調查 真的不需要這麼戒懷 這麼做人 但是如果說執政的人來說 你看見這些這樣的調查 去到這樣的分數 其實管治是非常有危機的 我非常有危機的 他就不會找空軍的面貼後 你有沒有在電話寶庫 問心說一句 真是一個愛香港的人 或者對香港 假如這幫官員 真是上心的話 我真是掛官求去 跟主席說 你另請高明 因為我做不到 我臨力有限 你說 如果這樣很醜 被人追究 不是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我還會保留一絲半點 對你的僅餘的尊重 我作為一個人 大哥 你問心那句 我亦都不是很相信 現在我們 在鳥堂之上的那些官 個個都是為了幾十萬 就是看東西 不要看得那麼膚淺 當然 絕大部分都是 有些我覺得都未必是為止 譬如你葉劉 你怎麽能夠說去港為錢呢 那他為什麽 是吧 這件事就大糟糕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 柯督尿治華法機 你有沒有能力做到 不要去賴 但是這個就不止 我特區政府的問題 但是你們 現在這樣 問題是小 你想你香港 真是散散到這樣 你只是看看 這些不是我講 是香港民意研究所 有一個 vandamly的電話調查 好了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 只有47%的人 表示信任政府 其實真的很大問題 是 少於一半的人 信任政府 而因為在國安法 23條的推展下 我覺得你還可以去調節一下這47% 就是因為有些人 即使是接受這些訪問匿名的 都會害怕 其實我覺得 起碼還有3%多 你可以調低的 但是 信任政府 是不足一半 其實都很大件事 一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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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年 是今年的一月份 今年的一月份 原來我們還是在合格線上 我們有55%的人 是信任政府的 當然 我也很奇怪 為什麽還沒有50% 今年的一月 但是現在 5月 就是在合格線上 四個月後 只有47% 這四個月 政府做過什麽呢 在中間 5-3條 立銷徵費 推出立銷徵費 走數 沒有做過什麽呢 沒有做好事 沒有做好事 好了 這一個 是新低 2022年6月之後 即是2022年6月之前 是更低 但是那次是疫情 搞得很混亂 好了 另外 超過五成 有51個受訪者 是表示了香港前途 沒有信心 這件是最嚴重的 香港究竟是 往何處走 除了客觀因素 譬如地緣政治 等等的因素 底下 我們成本季 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是最嚴重的事情 當年我們的電影 劉華那套 抄到TOPGIN那套 有什麽戲 沒有抄到TOPGIN那套 劉德華 什麼 什麼 奧氣熊英 你看看奧氣熊英 奧氣熊英 好笑 快找來看 他是抄到TOPGIN抄到 那時TOPGIN很受得 他要去看 我想 88、89年那些 劉華還沒有帶紅的 真的還沒有帶紅的 都紅的 電視出來 連影圈也不是很久 奧氣熊英 裡面有這樣的對白 有信心未必會贏 沒有信心一定會輸 金據 金據 但是沒有信心才真的會輸 很簡單 51%的人沒有信心 不要說什麽 不要說我們做生意的 即是外國投資者說他們是本地的小商人 你的樓你都不會買 你沒有信心 稍為長期的計劃是不會做的 每個人都是屌你 只會照顧著買鑑板 那你香港怎會有屌你將來呢 你想一下 就算現在 譬如昨天我們見到李慧琼領導的 這個愛國教育不知什麽小組 現在做一個什麼 吉祥物 吉祥物就是吉祥的 吉祥物就 吉祥物就很少物 吉祥物 我見到他旁邊那個就是吉祥 吉祥人 是 就等於我們見到那些傢伙 抗美文算不算 有個樣子看的 通常有什麼叫做吉祥人呢 就是那些婆婆罵那個媳婦為什麽兒子死了 放宵了 就說個女兒 屌你老母 你一隔離 你都好過啊 老爺又衝風 屌你老母 我大兒子 屌你 掉了到我井裡死了 屌你老母 連そ狗叫王才屌你老母 現在你連我屌你老婆 我說啊 我做錯了那些什麼 我也叫我和你娶你了 你都是一個無常人啊 那就是上誌 通常這種女人的樣子 一定是沒那麼圓潤的 臉很厲害 臉很多骨 瞄嘴瞄嘴這都不算 老實說 你說那個瞄嘴瞄嘴 他最多黑色的老公 都沒有很不祥 那些 拳骨又高 多數這類人拳骨高 臉有角 凌漢豪那些 凌漢豪不算 湯美雲那些算 真是劍不得的 那他都孤獨中老了 問三個句 有時候眼睛又這樣表演到三角 到三角 又多白 眼白多 你們年輕時的命 喜歡了沒辦法 真是所謂 官人貌之人心 相呢 在白鎮下 風水浩會登場 其實面相最難看 但難看之餘 我們普通人最容易急收 好像我們那些催催仔 正你的人比較踏實 但你做了幾十年人 你見得人多 其實大概 不一百個百分之盡 好像有些人 我經常說 我見到他們留意太多 我在做休息的時候 凡生的女人一進來 我竟然遠之 當然我留意的那些女人 是年紀大一點 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以上 即是他們這樣呢 這個嘴比較多 如果是五熟青這樣 五熟青就是這些 其實你比較具體的說 圓人爭霸的那些圓人的嘴 哈哈哈哈 施殺 這集不要看的 那些人很想像的 但年輕人可能有名的 那你就要 年輕的時候要判斷 他將會變成怎樣呢 即是你會想像到 你不要說一時之快 他很久真的會難受 其實普普通通 不黑人爭的就很重要 你男爭取錯 即是你女爭取錯 男爭取錯 男爭取錯 龍蝦都出錯 是啊 龍蝦很明顯 是啊 龍蝦很明顯 又敏又惡 主觀又強 喂 還有 他這些通常都陷在嘴裡 那些人誠苦心 好了 麻煩了 你也不舒服 你以為你不會被他陷入 是吧 好了 另外呢 嘩 很微補 10 剛才我說過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 只是給一月下跌12% 是吧 即是 在一月的時候如果下跌12% 一月的時候 63人 是吧 63% 不是啊 三十幾個% 三十九個% 是對香港沒有信心 現在是升到 51個% 因為沒有信心 越來越多 那你嚴重不嚴重 好了 十項社會指標 吳俗陽講了 0分至10分平均 越高分就代表 那個調查指標你越滿意 最高分的竟然是人身安全 6.37分 大高會對2.3 這樣講 這樣講 基本上我們現在出街 一般人來說 都還不是很擔心人身安全 比如會會被人打 被人搶劫 爬手 香港去到這一刻 都是 我們ok的 比如12點下街 去買碗麵 如果還有麵囊的話 不用下 你是ok的 好了 最低分是什麼呢 生活無憂慮 即是說生活是很憂慮 3分 3.83分 十項指標裡面 有九項指標 十項裡面 是被一月的調查 drop的 有五項未能夠合格 免於恐懼 竟然有這麼多人認為 它是恐懼生活在香港 你知道嗎 我前晚和大赤在青山上 茶餐廳上 我講的那間 我說我要去吃 那就去吃 很多的士在那間 我和大家講講什麼 我叫一個蒸魚餐 一條黃花魚 清蒸 有個飯 有杯夜飲 我喝個凍奶茶酒店 她送一個羅宋湯給我 我老大小就叫一個 哇好喝大豆 神經病 咖哩雞扒飯 但是那條小妹 只是拿個雞扒飯給她 不拿咖哩汁 挺好笑的 那些是part time來的 叫一杯凍檸檬水之類 也送了一個羅宋湯給她 然後因為我上次吃個蝦 這次陳皮蒸鮑魚四個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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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單 你說多少錢 上次很便宜 上次很便宜 我覺得 這次都便宜了 我覺得 八二元 這樣就不至於 因為我今次吃一蠔 我吃了一條魚 一百五十塊 為什麼呢 六十五塊 魚餐 我杯飲料 喝了三塊 六十八塊 然後那個大隻端 那個雞扒飯 好像是五十五塊 已經是一百三塊 喝了一杯飲料 又加三塊 一百三塊 然後那個鮑魚是貴的 原來是五六塊的 就一百九十塊 接著又八折 一九點後就八折 售一百五十塊 這樣說得OK 因為四隻鮑魚 你以為四隻鮑魚 十塊一隻都要四十塊給人 那你百一塊 有魚 它要拿條黃菲 黃花 沒這麼賣 都很肥味 好 話說我去這個太太吃的時候 我的卡位後面 我突然聽見一個男一女在說話 我看一看她 那個男人 我想四十來五十歲 那個女人背著我 說什麼 我聽那個男人說幾句 你現在香港這樣 別人是英國人 以前我們這樣 怎麼會搞到這樣 真是沒辦法 現在你走 不是那麼多人走嗎 大家聽到她說 大概是什麼 所以我看一看她 但是那個樣子 其實如果你就這樣說 你會覺得她是藍絲 就是那個樣子 但是其實 所以我經常說 你真心 Believe in 這個政府 或者這個政權 究竟是不是你們說的六四比 即是四六比 其實我真的很懷疑 如果真是香港人 你說我街也好 好了 但是怎麼知道我看一看她 我當然不會 接著他們馬上轉話題 我聽著他們 為什麼呢 她說 咦 怎麼有人看一看我 這個就是恐懼 以前我們會不會恐懼這些 以前當然要鬥屌 我們從來跟別人 現在好說不要聽 一來我們已經不會跟別人鬥屌 二來 人家都不說 他們都不說 竟然沒有了免於恐懼 是4.96分 兒童快樂成長 也是不合格的 政治權利 4.33分 安居4.17分 生活無憂慮才說的 3.83分 老實講 5月就比1月低 如果再一個下一個調查 到Ottom 9月10月調查再低 這個不是亮起警號 我看這件事 是不一樣的 如果讓共產黨去閱讀的話 他們 我不知道講什麼 你這樣會繼續搞多一件事 給一些必有用心的人 我們想安居樂業 別做那麼多事情 休息一會